字幕志愿者 杨文雅 大家好 我叫杨文雅 花明特工先生 好 这一节课要给大家讲的是 零售业发展历程与商业新机会 这一堂课我会给大家分成两集来讲 第一集叫零售业发展历程与商业新机会的上集 上集主要要解决的是一个问题 叫零售业发展的历程究竟是怎样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人类零售演进史 其实人类经过了这么多年漫长的发展 经过很多跟零售或者说跟交易有关的事情 太远我们就不看 我们就看最近这些年里面发生的 其实发生过这样的有几次变化 第一次叫信息革命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便利店开始变成很多城市的标配 这是刚刚走过的几个阶段 那么到了最近的一个阶段叫第二次信息革命 这个时候指向的就是人工智能 各种新的技术 这个时候的零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新的消费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零售 我们会发现线上的线下的就开始慢慢的变得融合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谈的新零售 也就是说零售也走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好我们来看一下叫全球实体零售发展 它是不是遇到了一些瓶颈 通过了这么多年高速的实体的发展 我们发现实体企业为代表的沃尔玛 阿里巴巴在2016年正是当年超过了沃尔玛 当年的销售额达到多少呢 超过了3万亿 3万亿是个非常大的规模了 各位 全球250强的零售排行榜里面 我们发现沃尔玛确实是很有实力的 但是从2016年开始 就像阿里巴巴这样的新兴的零售业台 就超过了这样的一个在传统线下干了很多年的 这样的一个零售业 我们说拿美国举例 平均每一百万人口有十几个商场 但到中国呢 我们发现平均每一百万人口只有二点几个 各位 这个比例我们看下差了很多啊 那今天如果说中国要发展 要超越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的话 那应该怎么搞呢 那现在我们发现在互联网这个领域里面 中国具有极强的优势 因为我们人非常多 人多力量大 我们不用到线下去拼了 线上是我们的强项 我们把线上能不能做好啊 所以这一条非常重要 就中国抓住了人口的这个红利的优势 我们发展快速的发展互联网 那这个商业企业就发现 它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吧 这个是大家现在已经看到的 所以呢 中国的零售业呢 其实发展的也 现在的整体来讲还是处于较初级阶段 发展不是很均衡 营利模式自身也存在问题 其实今天不管在北京 上海 杭州 对吧 深圳 广州 这样的大城市 还是在一些二线三线城市 你会发现 所有的商场都差不多 已经几十年都没有变过了 我们中国 有个非常厉害的学问 叫易经 对吧 易 它讲的就是变化 凡是不能适应变化的 就会被淘汰 我们看一下 美国跟中国的零售业的对比 在网络这一块 中国是会更明显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张图里面显示的是什么呢 是世界上 叫前100的零售商里面 中国有八家互联网公司入围 这是2016年的一个统计数据 这八家互联网公司 占到了总的销售额 达到了39.3% 各位 是世界上 所有国家里面最高的 美国的网络零售 加起来只能占百分之几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想说 中国在互联网发展 电商发展在一波里面 是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这个大家有能看到 好 我们再从一个电商真数来看 中国的零售发展 大家知道了吗 去年2017年双十一 一天做到了1682亿 这样的一个销售额非常惊人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双十一的历程 双十一从200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干了多少年呢 2009年到现在 你会发现十年都不到 2009年的时候的销售额是多少 大家很难想象 5000万 到去年2017年是1682亿增长了多少倍 各位 从这里也能看到 中国的零售的其中一个分支 叫网络零售 快速发展 这个发展的速度是十分惊人 那么这个快速发展的背后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些什么现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2016年2017年这两年 双十一销售排名 大家看到这张图 这是我给大家找出来的数据 大家看2016年跟2017年双十一的销售排名对比 能发现什么 其中首先发现一点 16.17年前六名都一样了 没有换个位置 顺序都一样了 各位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意味着今天的电商 已经变成了一个传统行业 所以你会发现线上做了好了 他必然要去做线下 线下做了好了 也要去做线上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走到了一个融合的点 好 马云他在2016年讲了一句话 说未来十年 二十年 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 只有心灵一说 这是马云在2016年讲的话 我们发现这句话 开始变成现实正在落地 在今天的中国 广大的中国各个城市 都在进行新零售的落地 我们来展望一下 我们既然来讲零售的发展历史 那未来是什么呢 展望一下未来的零售业台 新零售的近景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2017年 从去年开始到2018年 正在快速的发展的过程中 正在开始一个个的商业体 在发生改变 河马先生出现 对吧 然后呢 阿里巴巴路股大润发 控股大润发 这些都在发生翻天数里的变化 那么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物联网的普及 然后新制造的这种规模化 还有AI 大数据等的应用 我们发现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 很多这种线上线下的 基本上就会融为一体了 那么再往后看呢 在新零售的远景 看远一点呢 说到了2046年会发生什么 叫任何时间 任何空间 任何主体 任何内容 都可以是零售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远景战 往来讲的话 新零售的发展历史 我们说讲过去 你讲现在 还讲一下未来嘛 这是我刚刚给大家畅想一下未来 未来的零售 应该是不分彼此的 随时随地的进行 对吧 那叫人或长 它都是随时随地的一个概念 这是未来的 这个零售的一个可能性 状态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线上跟线下 它究竟各有什么优势 线上的商业有的优势是什么 线上的商业有的优势 叫流量非常大 它针对的是全国 甚至全世界 这是一点 还一点 商品种类非常丰富 因为在网上有海量的商品 它不像一个超市和便利店 它只有几千种 几万种商品 对吧 还有一点 叫营销推荐 非常精准 因为我们有数据 因为所有在消费行为 都会留下数据 我就知道这个人 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可以进行精准营销 这是线上有的优势 对吧 好 还有一个叫什么 互动性非常强 我们可以在网上 通过各种方式 跟消费者进行互动 好 这是线上的优势 线下的优势是什么呢 线下门链的优势 本地化程度非常高 因为消费者 就在那个当地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个 再一个叫购买即时性强 我可以看到 我立马就能拿走 这是线下的一个优势 还有一个体验很真实 你网上说了这么多 我看不到摸不到 在线下的时候 我能感受 我能体验 体验非常好 对吧 好 还有一点叫服务 相对比较有保障 因为它的店在那里 对吧 你有问题 你可以去 还去现场找到它 好 这些都是线下的优势 所以新零售 就是要把这两个都有优势的部分 能不能把它整合一下 融合一下 这是今天我们需要认真地去思考 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商业变革 从零售的发展时 我们一路讲来到现在 正在做这种融合 深度的融合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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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